行政院规划9月推出振兴五倍券 希望能振兴三级警戒后受创的产业经济 而五倍券不管是发送方式或是使用方式 都与去年的三倍券有许多相似之处 而族人的使用也有不同 有的表示过去不会在部落使用 也有族人表示因为下山使用很麻烦 因此会选择在有收取振兴券的店家做消费 我在外面 因为我很少在部落消费 是在部落使用吗 还是在外面 在家里 在这边 就方便说比较近啊 因为公车没有什么 所以说不方便 最好在这边比较近 而部落店家认为 部落大多还是以现金交易为主 因此使用振兴券的频率并不高 除此之外 许多部落店家也因为不知道收了振兴券后 该怎么处理而选择不收 不高 他们都还是用现金 对 以现金来交易比较习惯 有的店家不会收那个伤费券 因为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换 许多店家除了不知道收取振兴券后该怎么处理 也担心收到假的振兴券 因此也不会鼓励族人使用振兴券 我只收我们这个部落别的不认识的我比较不收 方便他们 因为他们都买东西嘛 他们也不可能为了一点东西 用这个消费券去出去外面买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收了那么多我们要干嘛 我们就只能厂商来就是给厂商这样子而已 虽然振兴券能使用的范围广 但因为部落的交易以金钱为主 店家对于振兴券兑换也有些疑虑 因此族人们对于未来将发放的五倍券 是否会振兴部落经济并无太大的感受 原始新闻老报斯底部轮延新竹五峰采访报道